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是红四方面军和刘邓大军的一把钢刀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他带的部队有多强 王信山的部队有多强呢 可以用六个字带货 打不垮 催不回 在抗日战争中有这样一件事 那是1937年10月 八路军129师在七根村 第一次对日军设服大获全胜后 771团虽然及时转移出去 但是并没有走远 仍在七根村附近进行游击战 结果由于近千人的一个团 人数中多被日军发现了 24日日军突然包抄过来 对771团发起了袭击 在强大的炮火配合下 日军仗着人组 武器好 又加上是突然袭击 一举就突破了771团的阵地 771团猝不及防 官兵当即就被日军宠散了 但是他们被宠散后 仍然快速地分成小谷 各自为战 日军尽管拼命自杀 始终打不到前面去 主力在山上只好不停地打炮 771团各营官兵人人能战 团部的参谋和通讯兵和后勤人员 平时不是战斗员 被打散后竟然又快速地汇聚在一起 他们三次冲入团部驻地 硬是把团部的公文和其他东西般的干干净净 安全归队 在激战中 1290参谋处长李达 带了一个班去指挥收容队伍 结果 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下 他只收容到一个牌 还差点被日军包围 只好率一步与日军肉活 将敌击退 杀了出去 之后 他见到师长刘伯成 报告了所见的情况 最后说 鬼子突然袭击 连团长也不知是死是活 刘伯成也痛惜地说 771团完了 一个团圈完了 使不前例 771团遭到日军袭击 全团覆没 这个消息震惊了八路军1290 也震惊了八路军总部 谁知在随后两天内 771团近千名的失散官兵 竟然都不续归队 他们有的戴着缴获的日军的黄武新帽 有的穿着日军的黄大衣 有的把自己的汉阳灶换成了三八大概 总之 每个人手中都有一两件从鬼子那里夺来的战利品 全团只牺牲六七个人 几乎满园归来 772团全团被打散后又归来 反而比以前更加威风 战利品在东野展出时 随军级者都拍了照 刘国成新喜地对副师长徐向前说 你培养的部队是打不垮的 徐向前哈哈大笑 这是由于帮晋山之军有方 部队训练有素 771团的战斗力很强 师长你放心可以使用 其实771团不过原来是王晋山带的部队 此时王晋山为772团副团长 返回邹虎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